我叫苏俊宇,于2013年入职利欧公司 今年是我在利欧工作的第11个年头 我平时常住阿联酋,任职利欧中东公司总经理 负责中东区域以及非洲区域的市场开拓 我们是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在中东设立子公司的中国奔旗 如何改变人们对中国制造的偏见 但是我们用可靠的售后,诚信的经营 然后在销售端,我们是真正的以用户为中心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接纳利欧品牌 这个中国制造的民族品牌 从2017年亚非四组这个业务小组成立的时候 当时的业务金额是4000万元 然后增长到去年年底达到了1.4亿多元 作为一名销售岗位来说 我们平时享受于订单成功交付时的成就感 然后客户满意识的喜悦 以及用户使用时对产品的认可 除此之外,我觉得对于销售利欧水泵 还有着工作以外的乙 中东这边经常会有打仗 很多人会流离世俗 非洲属于第三世界国家 非常的贫穷和落后 但是大家的生活都离不开水 水泵是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内忧品质比较可靠 质量可靠 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然后把最合适的产品 带给这些地区的家庭 是我认为这份工作额外的价值 在工作中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是 利欧与代理之间建立的客户关系 这种关系一种互相扶持 共同努力 一起打开市场的这种深厚的友谊 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强大的业务关系 颠覆了我对商务谈判的理解 我们非洲大多数客户都是名不经账的小客户 然后他们在利欧的带领下成长 我们指导并帮助他们打开市场 他们对利欧品牌的推广非常聚焦 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成功了 让我一个是参与了17年 24年两次国际经销商大会 我们准备好迎接全世界经销商的到来 同时也有幸在第二次的峰会中 组织了亚非欧峰会场的一个讨论 第二个是参与到利欧品牌终端店面的建设 这是一个自主品牌的推广 这给我带来了很强的民族品牌的一个自豪感 我认为目前的业务港既充满着挑战 也富有成就感 我需要开发和维护渠道建设 建立并维持与合作伙伴的良好的关系 确保我们的产品能够有效地进入市场 祝贺利欧公司30周年生日快乐 我们将继续携手共敬 追求卓越 共同迎接下一个更加辉煌的30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